有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黄河鬼市》 作者龙飞有妖气 演播紫金 狗伴仙临走时的宜挂 让我突然间察觉到 我被迫离开小盘河村 颠沛流离 历尽波折凶险 难道都是巧合或者偶然吗 西边的那个自己 它会是谁呢 还有 两口石头棺材里 明明是乌龟和大柴狗 狗伴仙一挂算出来 为什么会说是羽王的棺材呢 河底那个黑洞般的漩涡里面 老地有什么 狗伴仙推演不出 也不敢强行补挂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如果他爷爷老身算还在的话 这些事情 说不准会被算出一些端倪来 带着这些一问 我转身朝回走 找到弥勒和金宝 金宝不会在一个地方 过多停留的 昨晚赶了那么多死尸下河 他要带着媳妇和孩子 离开这里 其实我很想告诉他 让他去过原来的日子 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因为他很无辜 完全是被强行扯进来的 不了 水瓦 金宝摇里摇头 说 你知道吧 我原来不信命 总觉得 扣自己的手 就能让老婆孩子 过上好日子 但是 跟了六爷这么久 我就相信了 有的是 既然摊上你头上 就有摊到你头上的道理 六爷没跟我说那么多 不过我知道 他在做大事 但是这会儿 我干惯了 六爷一个人 孤零零在河里 不能没个帮手 睡吧 错吧 做你该做的事去 我漠然无语 其实跟金宝失散日子 不算很久 然而 他就像他这段日子里 成熟了很多 也明白了许多道理 金宝带着媳妇和孩子走了 我和弥勒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到活鲁班家所在的桑园岭去 他们家在河滩死了不少人 现在拱起人心惶惶 我们有机可撑 我一直在想啊 昨天晚上那棵石头棺材 会不会是从另外一条 古船里露出来的 然后飘到这边 弥勒一边走着 一边对我说 你想想啊 先装着大乌龟的石头棺材 本来是放在古船舱底 那么昨晚那棵棺材 也可能是这样的 这还有什么可能的啊 事情都过去了 不能这么说 弥勒摇里摇头 石头棺材如果放在古船里好好的 没人动它 估计它是不会破传而出的 飘到别的地方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已经有人盯上 那个古船和石头棺材了 我对古船和石头棺材的真正来历 是茫然一片 理解不了那么多 弥勒叹了口气 也不再说了 闷着头赶路 之后的三四天时间里 我们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五天 弥勒指着远处一片 隐约可见的村落 说 我来过这儿 不过看样子 应该就是桑园村了 桑园村的人 大多都姓鲁 是火鲁班一门的旁支 而他们家的直系呢 基本都住在村子的后山 这里距离河滩很远 水淹不到 所以村子没有受到影响 我跟弥勒赶到的时候 恰好是火鲁班家那些人 死在河滩的第六天 村子里搭着林棚 响起班子吹打不停 很多死者遗体 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不过仍旧按照当地的规矩 起林棚放寿木 火鲁班家的人呢 手艺很好 旁门里面 需要找他们帮忙的人很多 所以家里办白事 一时间人来人往的 是喧闹一片 好的很啊 弥勒当时就乐了 他们家里头 人跑了这么招呼脏事 后山就空了 咱们悄悄混进去 就算抓不到人 看看也是好的 我跟弥勒商量了一会儿 就待在村子远处歇着 我有些担心 他在古船上受的伤没好 虽然身子壮的话 但是真出现意外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昏昏沉沉就这么睡着了 一醒来 已经到了夜里 村子里办着白事 灯火通明 我和弥勒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又帮他把身上伤口 重新包扎了一下 弥勒挺挺肚皮 说感觉好得很 但是他刚站起身子 目光就定住了 望着不远处的村子 回头看了看望 不对劲 我朝他的目光望去 猛然看上去 村子好像没什么异样 然而再仔细一看 村子里的人都围着灵棚 哪十多口棺材外头 一圈一圈绕着走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本地的一种风俗 因为明天就是头七 要准备下葬的 但是这些人 一圈圈地绕着棺材走 四肢僵硬 好像魂魄都被冲走了 只剩下一具没有心智的躯翘 一个搭着一个的肩膀 慢吞吞地走着 一群老瓜 从远处飞到村子上空 那种东西在我们家乡 被视为很不祥的玩意儿 黑漆漆的一片老瓜 从村子上头盘旋着 老瓜一叫唤 绕着棺材僵尸一般行走的人 好像脚步又加快了一些 就在我和弥勒 观察村子那边异动时 从村子外面 蹦蹦跳跳跑出 两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 那两个小丫头手拉着手 长得粉嫩可爱 一个人绑着两根羊脚便 一个穿着一身红 一个穿着一身白 欣喜哈哈地 从村子外面 跑到林棚旁边 我就觉得 这两个小女孩 胆子大的有些邪乎 黑根半夜的 跑到林棚旁边玩 竟然一点句色都没有 小花过来 一个小女孩伸出小胳膊 朝远处招了招手 黑暗中传来喵的一声 紧接着 一条黑猫懒 懒洋洋地走了过来 这条黑猫看上去说不出的怪 童体乌黑乌黑的 但是那条尾巴却长着豹纹 黑体滑尾巴大猫又肥又胖 买着四方布走到两个女孩跟前 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 一指灵棚 说 带他们走吧 大猫颠颠地就跑到灵棚之前 那根花尾巴 好像棋杆一样竖了起来 喵的一声 正围着棺材打转的那些人 顿时就炸毛了 大猫一转身子 所有人 都跟在他屁股后头 从灵棚走了出来 来吧来吧 两个小女孩 蹦蹦跳跳跑了出去 隐着大猫 把所有人都带到村子口 大猫又是一声叫声 所有人扑通一下 全部吃丁挺跪倒塞地 一红一白两个小女孩 站在人群之前 手指指点点的 你们都做了坏事 知道不 做了坏事怎么办呢 小花你说 大猫也不知道 能不能听懂人话 但是 那小女孩一开口 她跟着叫了一声 是啦 两个小女孩拍手说道 做了坏事就磕头吧 话音还没落下 跪在地上的人 就一头扎到地上 横横地磕了起来 那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就两三下 有人已经磕得 头破血流 但还是不停 继续地 梦撞地面 两个小女孩 拍着手 在前面看着 银铃般的铜音 此刻听起来 却阴森森的 地上跪着的人 磕头不断 咚咚声 一片连着一片 不多久 有人硬生生地 就自己磕死在原地 身子一歪 软塌塌 倒了下去 喂 这 这仇家 到葫芦班家寻仇了 没过多久 村口的人 就倒了一片 满地 都是溅出的鲜血 有的人 连头骨都磕裂了 尚未死绝 仍然不要命一样 拿头 朝地面上撞着 咚咚的声音 大猫的叫声 小女孩 尚显稚嫩的笑声 在夜空里 不断地回荡着 这时候 村里有起夜的人 看到这一幕 手忙脚乱的 就敲向村口一口钟 很快 呼啦啦跑出一群人 与此同时 相隔不远的后山 也收到钟声 兴兴活活地点光 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 然后奔跑着下山 朝这边蜂拥过来 夜群猪 跑得快 后面跟着老太太 小女孩 看出有人来了 竟然还不慌 拍着手笑着 当村子里的人 率先冲到村口的时候 不远处 慢慢走出一个人 我无法看清楚 那人的脸 但是 他手里拖着一根 差不多两米长的 白蜡干 我一下就想起 不久前 在老怀林 追击阴阳教的时候 横空出现的 那个丑脸人 两个小女孩 蹦蹦跳跳地 扑向丑脸人 丑脸人不说话 伸手摸摸他们的头 村子里的人 恰好冲到跟前 丑脸人 一挺胳膊 白蜡干一挥 力道大的惊人 最前面两个人 被一杆子扫到 挣扎几下 就不动了 丑脸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不清楚 但是 他好像带着一身 浓浓的杀气 棍子舞动开来 一棍就能砸倒一个人 村子里的钟声响个不停 村子紧贴着后山 距离很近 从后山奔的鲁家直系 已经绕过村子外面的路 迎面而来 丑脸人 没有一丝要走的意思 一口气 砸倒十多个人 哀号胜中 鲁家直系都赶到了 呼啦啦地 把丑脸人围在正中 哎 他们都是从后山 被引过来的 正好给咱们个机会啊 弥勒拍陪我说 扰路 到后山去 我很想看看 那个丑脸人 要怎么应付面前困局 他的杀气很重 别的人不敢近身 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 丑脸人完全杀得兴起 威风八面 我和弥勒不敢走上山的大路 从后山一直往上爬着 这样肯定会累一些的 但是比较安全 还没等我们爬到一半 从村的东边亮起很多光柱 那些人本来不紧不慢地走着 不过一望到村口那边的打斗 立刻就加快了脚步 我注目望去 来的人不少 怎么又来这么多人呢 心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做我们的事 我和弥勒 用最快的速度爬上后山 后山果然空旷了 但是院子连成一片 分不清哪个院住哪些人 这时候再回头一看 丑脸人已被人结结实实 围在正中 就在这时候 我胸前震合静 突然猛烈抖了一下 无缘无故地发出一个声响 那声响已经完全不像是 铜镜的声音 而像是一个人的身影 我的心顿时一紧 什么都顾不上想了 我不知道震合静 为什么突然发出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隐隐约约听出来 那声音 很像老鬼的声音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有声的紫金》 《奴起登》 噢